這台擴大機在壞掉的時候 輸出直流 也同時燒了一對上百萬的喇叭 VAS不斷提倡一個重要的觀念 二手器材都是需要健康檢查的 特別是年紀越大的 不管是喇叭還是擴大機 不要等到壞掉甚至燒喇叭才後悔莫及 台灣消費者大多貪小便宜 不尊重專業 卻老愛要求品質要好 自然容易受騙上當 大家好這也是VAS的音響頻道 我是小編婷婷 這陣子工作室來了一台美國high-end名機 Jeff Rowland MC6 六升道擴大機 歷經超過五位師傅 並耗時八年都無法修好 最後終於在VAS工作室完成修復 再次完成解決high-end歷史的任務 在修復的過程中 一樣有一些心得及觀念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 這台擴大機在壞掉的時候 輸出直流 也同時燒了一對上百萬的喇叭 VAS不斷提倡一個重要的觀念 小器材很多零件都有衰退老化的情況 一定是需要漸減 必要時要進行零件更換 否則老化問題不僅影響器材的性能 造成喇叭摔升 更嚴重就如同這個直流輸出的案例一樣 直接把喇叭給燒了 千萬不要抱持著自己絕對不會這麼隨意的心態 哪天把心愛的喇叭燒了就欲哭無淚 你買10年以上的二手車 如果店家跟你說 這台車是原汁原味 都沒有檢修過 輪子也都沒有更換過 請問你敢買嗎 就算敢買 你敢沒有檢修保養 更換老舊輪胎就直接開上高速公路嗎 很多事情都是同樣的道理 不要東西換成音響 就自己腦補 迷信所謂的原汁原味 無修無改這種老掉牙的錯誤觀念 會這樣說的人 就是為了轉賣方便而已 不僅沒有檢修能力 更不用說保固保修了 第二個部分 我們在修復的過程當中發現 原廠美規螺絲 遺失了一大半 還有規格錯誤的 這些問題大部分都是維修後所產生的 不是師傅的工作環境太亂 做事不嚴謹以及沒有SOP 導致螺絲被弄丟 就是師傅把螺絲 自己收起來當備料 反正少了幾個螺絲你也不會發現 幾年前網路上就有發生 師傅調包客戶機器的事件被告上法院不是嗎 最近還有師傅拿了客戶機器直接失聯的 這些網路上都看得到 以上狀況都是這個環境長年下來的惡性循環 因為台灣消費者大多貪小便宜 不尊重專業 卻老愛要求品質要好 自然容易受騙上當 就算師傅為了收入願意接你的case 也會用各種投機取巧的方法來幫你做維修 因為你要的只是便宜 而且拿回去也會賣掉 賣給別人以後就更沒有他的事了 總之貪小便宜沒有什麼好下場 也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是要找 便宜維修 或是只想要修單邊的 就不用來找VAS了 因為我們沒有提供這種服務 這是我們的堅持與責任 第三個部分 當我們把機器打開一看發現 這台機器被修過了很多手 各種維修痕跡遍佈 這個狀況是讓人非常頭痛的 還好VAS工作室都有和許多品牌的原廠 直接保持技術資源的聯繫 包含ATC Mark Levinson Kreon AudioNet ARKEM等等 這次的Jeff Rowland MC6也是一樣 在我們和Jeff本人聯繫後 我們拿到這台MC6的原廠線路圖 其中部分線路圖還是Jeff手繪的 也因此 這台機器是以原始設計為基礎 下去做修復的 同時我們也發現 每個聲道的放大晶體都有漏電的情況 依照Jeff給的建議 VAS全部做更換並完成配對 一共48個放大晶體 連最基本的電源指示燈 VAS都買了8種燈才找到正確的規格 更不用說運費一定超過零件成本 其他還有更多的維修問題就不另外贅述 因為這部影片是要傳達正確的觀念 而不是要教你如何維修 最後快速的幫大家總結一下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二手器材都是需要健康檢查的 特別是年紀越大的 不管是喇叭還是擴大機 不要等到壞掉甚至燒喇叭才後悔莫及 不要再迷信原汁原味無修無改這種過時的觀念 更不用說很多號稱原汁原味無修無改的 其實裡面都是被修得亂七八糟的 只是你看不懂而已 第二點 器材除了本身老化壞掉以外 很多都是被師傅給修壞的 因為客戶貪小便宜 師傅就用非正規的方法幫你做維修 最後就是越修越爛 然後再賣給下一手 就這樣惡性循環 第三點 專業服務是有價的 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 當你想佔別人便宜的時候 別人一定也想佔你的便宜 貪小便宜只會讓自己更容易受騙上當 在台灣這個觀念非常需要加強 特別是在音響界 進步的空間更是龐大 自從我們開始拍影片以後 來諮詢的客戶充滿了各種抱怨 包含網路資訊受害 網紅搭配受害 器材維修受害的都有 大部分的人也都已經被榨乾到沒有預算去做任何的改善 因為整套系統都是問題 不僅器材亂用 預算配比也都是錯的 也難怪你的音響會不好聽 聽了真的是蠻無奈的 後續我們也會一一的把這些客戶的問題用影片的方式呈現出來 因為別人的問題也可能會是你的問題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覺得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個讚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對我們的工作日常有興趣的朋友也歡迎加入我們的FB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講更多事實的原動力 音響疑難雜症也歡迎直接播電話預約諮詢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拜拜